我离婚了大头 离婚了 嗯 什么时候是 哎呀就是前年了 前年 对呀 是不是他对你不好 对呀 他整天都是 又喜欢去喝酒 又喜欢去赌博 还整天也不归宿的 你说这种男人呢 我怎么要的了 还有啊 像我这种女孩子 你知道吧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你看我对他父母多好啊 是不是 哎呀到最后面 还是这个结局 我好悲伤啊 哎呀 这个男人家中保 当外面草 一点都不懂珍惜 对对对 那接下来要 什么打算 哎呦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打算 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我自己的心声 主要是像我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嘛 我在想啊 如果我要是 随便跟了一个人的情况下 万一又遇到人家呢 那怎么办 是不是 是啊 哎呀 记得初中的时候 跟你上下 后面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了 眼睛一定要看清楚 你看咱们脸的眉毛 就直接就离婚了 眼神不好 应该看清楚点 看着又看内心 对 那接下来你要打算什么 哎呀 有什么打算啊 那个大同 你觉得像我这种人啊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要不然我去广东吧 你觉得呢 去广东 啊对 未免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去广东那边 哎 你也觉得不好啊 我觉得好啊 刚才我又说不好 哎 去广东的话可以去打螺子 去广东的猫 也可以去那个酒店那边上吗 哎呀 大头 哎呀 我跟你说啊 我离婚了这两年了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你知道吧 我现在心上已经有一个位置 有一个人了 知道吧 有一个人 对啊 就是有喜欢的人了 我听听你说说 那个大头啊 我就想问一下你啊 那个你 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 我几个 哎呀 咱们 这么多年老同学了 就跟你说实话吧 嗯嗯嗯 我喜欢 三百斤左右的那种 三百斤啊 因为我家里面就养猪了嘛 就看了些猪 看习惯 现在就看的瘦那些 稍微两百斤都觉得瘦 所以 现在一直都走了 不过听了张梅伯说 后天给我介绍一个 将近三百斤的两百八 两百八啊这样子啊 那一百五十斤的 那你喜不喜欢呢 真的太瘦了 太瘦了 我跟你说啊 大头 我平时吃了很多的 哎 吃的多不多无所谓 就是要看着顺利啊 呃 你不想去广东 这样子吧 我帮你介绍一个 好的归宿 保证你会忘掉前一个的感情 大头 好吧 好 我回话了啊 直接带你进去 进去 咱们老同学 是应该项目帮忙的 来 大头你再想想 想的吧 他家里面就很有钱了 他家里面 至少有两艘船 开船的 来 哎 老王 哎 今天不开船了 今天人手开不了 哎 来 哎 我老同学 初中的时候跟他上上位了 哈哈 你看 上上部 哎呀 老同学 教室里面上上位了 哎 不是你一直都是单身寡老一个人吗 来 你说一说啊 这个老同学 人挺好 但是他离过婚 主要是他前夫的问题 他前夫太烂了 又好多 各方面缺点 一身毛病 但是他人很好 受了委屈 哎 哎 哎呀 哎呀 说实话 就给了咱们一个名吧 嘿 我们说 离约婚不重要 关键他长得那么漂亮 哈哈 是我喜欢的类型 哎 哎 冰冰啊 嗯 觉得他怎么样了 那个大头啊 哎 这个话题 你真的想把我介绍给他吗 我不把你介绍给他 我把你领到这里来 难道就是 来玩了 哎 那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那个 啊 随便吧 都行都行吧 啊 人家哭了 他说都行 说明他喜欢你 哈哈哈 你看 狼牌你冒了 哎呀 你以后开拳养杀 他也是专心的 帮你料理家里面的 哈哈哈 放心 你以后再给我 在我家 躺着就要吃 哈哈哈 你看你看 他对你多好啊 行吧 那我也不讲那些 红包不红包是 啊 呃直接 再谈谈吧 你今天就留在他家 吃吧 我呢就先回去啊 那个 嗯 你就走了啊 那我还来 那我还来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那头 哎呀我那个 好伯伯啊 啊 啊 你开心就好 你开心就好 走了 哎呀 哎呀 想不到 我这个发小 对我那么好 你体验过来了 敢让我煮个包又给你吃 喜欢吗 那个喜欢是喜欢啊 但是我觉得啊 我在从你身上啊 就看到了我那个前夫的身影 所以我心里有点紧张 那个那个帅哥我跟你说声了 真的不好意思啊 虽然别人都说了 十个光头九个腹啊 虽然你这种人啊 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老板的像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命去享受 哎呃 要不你再去找一个悉尼的女孩吧 好不好 我们不适合 你看 你的单身 我也单身 你还没有了解我 可能我比你前夫更好呢 哎呀我跟你实话说了吧 其实我喜欢大头 看这出你们两个 对 都好得玩 哎 我离婚了我就 哎呦 心里面每天牵挂的都是她 连睡觉都是她 那个对不起啊 你再去找一个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知道吧 走啊 我先走了 滚蛋 嗯 几十岁来玩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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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